先问问姑娘 想嫁给她吗 如果要不还房贷的话 我觉得可以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全款的房子 你就嫁 是吧 对 我怎么觉得你不是嫁她 要嫁个房子呢 姑娘 现在我也没有挣多少钱 她挣的也不算是太 房子写你的名 一起还房贷 行吗 现在写她爸妈名 写你的名 还房贷 行吗 要是写上我名了吧 还凑合 你们两个人可以啊 能写吗 也得本着实际出发吧 说来说去 我过来 我一开始认为是一对小恋人来吵架的 后来怎么牵扯出这么深刻的问题 回邯郸有房租不 有 我们家拆签户好几套呢 我说要不然你跟我走 不用还房贷 写 写 不走呀 关键 写她的名不 我俩一起写 你看 去吧 他不走 走 我那边是独生子 我也得 那独生子你还得给你还他房贷 回我家什么都不用 主要是我总不能扔下我父母远去那边吧 我感觉结婚就是 对吧 老话说得好嘛 嫁鸡随鸡 嫁鸡随鸡 不常负随嘛 因为我来这边没什么不好的 先别说结婚的事 你们觉得你们到结婚的年龄了吗 其实怎么说呢 反正也两年多了 我的天哪 也不短了 你跟我说你喜欢那小子什么 脾气好 就是我你看说不好听的老师 如果我觉得谁能忍得了自己对象 拿着板砖在街上追着他 但是他 你对这个形式认得很清楚 但是他就没有就是说气恨我呀 对 怎么着的 对 他也不害怕 就是感觉就是他对我挺好的 然后包容我吧 不像别的男生就是早过几样了 对对对 就是 那你看中这姑娘什么呀 人比较可爱嘛 人可爱 十下场的时候就发现那小女孩 心也挺好的 心好 你看 对 好 来 一对小情侣 其实说白了是女生面临着 人生的一个大抉择了 是回邯郸 还是去苍州 还是去苍州 对 是马上结婚 还是继续再谈几年恋爱 这两位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的 一起进入邱笔特问卷 这姑娘呢 就可能是原生家庭的原因 或者是家里教育的原因 就是可能脾气有点臭 然后也不知道掩饰自己 你喜欢她 你能受得了 你觉得她挺好的 那我给她这是你的选择 对吗 但是我告诉你 你知道她 她为什么会对你那么凶 她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去苍州 她为什么不愿意跟你一起还房贷 她为什么不愿意听你的 我告诉你一个原因 因为她觉得你做主的事情 她没有心理安全 她觉得你泡泡 所以一个家庭里面 谁做主 谁掌权 我其实特别讨厌掌权这个层 就家庭里面没有掌权不掌权 两个人商量着办嘛 前提是什么 双方都能有这个心理安全 就是我们决定的这个事情 不会让谁没着没闹的 这才是关键 怕老婆中有大知识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家里面几乎大部分的事情 都是老婆说了算的 当一个大事情发生了的时候 这个老婆一定会去问老公意见 从来没有一个怕老婆的家里面 所有的大事老婆一个人说了算 为什么 因为那个老婆自己也知道 我们两个人是一个家庭 你平时再怎么怕我 再怎么听我的 但当这个家庭的命运 要有抉择的时候 我们是要商量的 商量出一个两个人都觉得好 两个人都觉得无怨无悔的事情 这才叫安全感 听明白了吗 就是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要考虑责任感这件事情 你才能够考虑在这个家里面 我要不要说了算 你没有考虑责任感 只是一位想着 你就应该听我的 凭什么 明白 然后姑娘 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偶尔站在她的角度上 稍微思考那么一下下 尤其公婆命前 不要凶她 好吧 好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莎老师 女孩其实是个纸老虎 你是想要掌控这个局面的人 往往越是这样的人 内心是越没底儿的 可能你理想当中 就想要找到一个能听话的 你当时跟她在一起 选择跟她在一起 也是因为你说她性格好 对不对 你觉得她能够听你的话 但是你知道就是 这叫物极必反 我们经常说说女人 为什么要经常给男人 在外面留面子 或者说她要的这个面子 指的是什么 是你对她的尊重 她不是说真的怕你 她可能是觉得 我听你的 我维护你 是因为我在意你 所以没有怕这一说 只是说 这个男人有多爱你 他多在乎你 他不舍得让你不高兴 所以在外面的时候 你给他留面子 其实是给你自己留面子 背后 他的朋友会怎么说你 所以之后 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给自己留条后路 你有点不太真诚 好像就是总是 顾左右而言她 就说房子的这个问题 其实你明明就是在意 名字上写不写你嘛 相反她就比你要真诚得多 她想要什么 或者说她有什么 目的性的东西 她马上就说出来 这是你们两个人 最大的不同 然后你对待感情 也比较感性 但是她就特别理性 而我们看上去这个男生 内心是大男子主义 可是外在呢 没有 只是你有一颗 大男子主义的心而已 但是我告诉你啊 极度大男子主义的男人 是自卑的 就是这样的性格挺好的 没必要非要强求什么 而且你也不用觉得 在朋友面前说 丢了面子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朋友背后 不会说你什么的 称死就是 说你看 被她的媳妇管得多眼呀 那下次再这么说你的时候 你说 对呀 因为我爱她 我愿意被她管着呀 你们如果也想被管着 你们没这福气呢 一点 女生对待感情真诚 然后男生呢 就不要拧吧 谢谢 谢谢莎老师 来 谢谢莎老师 谢谢莎老师 谢谢莎老师